這一段影片就要講一個可能你不太喜歡聽的消息 就是我決定了跟一夫龍或者一夫龍決定了 就不跟我合作這個虎甲人 沒錯 我們兩個原本是已經開始決定了去做虎甲人的 我是免費跟一夫龍去量度這個故事的 亦都開始了 甚至乎我量度了一些招式、畫面結構 都說了一個大故事是怎樣的、中段是怎樣的發展 我都說了給他聽 他反應非常精明 為什麼突然間你會不合作呢 這一點就是 要跟一夫龍自己本身的人有很嚴重的 關係 阿龍是很擔心很多東西的 他跟劉定堅合作之後 身邊有很多不同的人給他很多不同的意見 他又搖搖搖擺擺擺擺 這個就是 真正的幼福龍 那麼 我原本就已經一直是跟他搞的了 已經是做了事 已經開始 我沒有想到其他事情 他就有想到其他事情 因為身邊有些人影響他 最後他的解釋 他就說因為他的編劇不是很喜歡 他不想炒他的編劇 我都沒有說炒他的編劇 我給你一些資料 給你一些創作 你喜歡的就自己搞 那麼 他就不是 他就說他的編劇很反感 就說你在那些節目裡面 在我的影片裡面 說到我的故事 一文不值 一無事處 好像是這句話 所以 於是 邱風龍就要決定 究竟 是不是跟我合作 我說不如不要搞了 於是 我說算了 我退出了 因為我不是很想阿龍 在現在這個相對來說 艱難的環境之下 他還要去 左選右選 你喜歡你決定了什麼時候來找回 我都沒有問題的 我就一樣 放在那裏 劉定堅放在那裏 看看那個時候 是不是真的可以救到你 看看那個時候 你是否需要我救 因為做朋友 就是我免費 給你用 你用到 就用不了 那就你自己決定 所以 我就跟阿龍說 不如我 不抄禮節 讓他繼續 做他自己的 副甲人 所以 之前宣傳的什麼劉定堅 和 幽福龍合作 沒有了 吹了 OK 我沒有損失 因為 我又沒有收錢 所以 但是 究竟 是不是大家期待了很久 沒有了 這樣做 所以 當然 我心裏 或實際上 仍然是繼續 跟之前我沒有那麼早合作 和幽福龍合作 叫大家 你幫一下他 有機會你買回他 我依然是這樣說的 因為 香港已經剩下兩三本書 如果再死了 那就很嚴重 所以 有得支持 我也希望你們可以 繼續支持這個 複甲人 不要因為 劉定堅的情況 因為原本也沒有了 所以沒有就沒有 沒事的 是不是 等到有機會一天 幽福龍 他覺得 要找你劉定堅 那就改變了 因為其實你跟我合作 我也會希望 一個幽福龍 比較 他理性一點 能夠看整件事 因為可能他現在 真的有揹著助理 有很多 事務要在身裏 於是 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都覺得 不是能夠完全集中精神 去聽所有的東西 所以如果他覺得 如果我退出 他就好像回到以前 他會舒服一點 那就OK了 是不是 希望他 繼續做到他自己的 一般輸 在一個輸量 繼續上升 我之前也說過 最好他一輩子都不要找我 因為等於他的書就一直上升 一直上升 那就好 這個是他的決定 我們大家尊重的決定 我要公佈給 一些人聽 就是說 虎甲人是沒有劉定堅的 但是他仍然是虎甲人 他仍然是幽浮龍 所以你喜歡 幽浮龍的 你就繼續去捧他牆 喜歡看劉定堅的故事 要能夾到幽浮龍的 要看看他什麼時候 才有 機會 我自己會做我自己的漫畫 所以 要通過一下 告訴大家 我當然會給大家一個機會 在留言區 去 發洩一下 究竟你覺得 好還是不好 沒有了劉定堅 更好 是不是 幽浮龍更加專心做好 不用經常聽他那麼多 無論如何發表你的意見 可以大家聽一下 劉定堅和幽浮龍合法 又拆火 在電光火石之間已經完成了這件事 但是我有給他一些資料 我也知道他後面的故事是怎麼發展的 當然 我不是很贊成 他後面的發展 雖然我聽了一部分 我當然是改了他 但是 我想他也會繼續走他的方向 我覺得也OK的 就是 迷看阿龍繼續去做好他自己的事情 因為他有一個段落性 做好了他自己的結構 當然有很多人 告訴我 他是中間放棄了 因為一副龍講故事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 他到現在來講仍然是香港最賣得那麼輸 他有一群粉絲 看看那群粉絲是不是一直可以 可以幫他 或者更多的人會覺得 也要幫一下香港 這個 最後的一個 最有天分的主筆 這件事就加回你的視察 那我就 不是很 短期裏面 我都會去特別留意 究竟這個虎甲人的 變快 不過我又沒有辦法 怎樣 我要別人送一些數碼版給我 不是呀 我有我有 為什麼呢 是因為 其實我們和 虎甲人那邊談好了 我們的平台會代理虎甲人 OK 那我搞了合約就可以了 始終有一張合約代理 我們就負責 去 銷售 虎甲人的舊和新版 到時候我們就找一個方法 怎樣去傳給你們 暫時開始 先做著PDF版 其實有些人說 你可以做到這些 Ebook 其實 你有了PDF版 其實你也做到 是很容易的 需要不需要我去做呢 如果你再給我多點意見 看看情況 怎樣 我們就 會再公佈有關於 正式弄好之後 就公佈了 很快 一個星期左右 我想已經可以了 那就會陸陸續續 舊的又可以賣 新的又可以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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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自由人的數碼板 都會慢慢會在 我們的平台 希望可以提供一個 銷售給 大家有興趣的 觀眾 講回這個 始終這一集都是講 虎甲人 我又不會因為我不做 不提虎甲人 不提虎甲人 我也不會 我知道了 他的故事的結構 因為其實我之前 真的沒什麼提 扔給你我 就看完 看完之後 當然發現了很多問題 這個從我的角度 他的編劇就是 你講到人家一無是處 如果從編劇來講 是不是一無是處 可能低於一無是處 死不死 這個 因為你講到 你去到一個差的程度 你跌破了那個位置 就不是一無是處 那麼簡單 是傷害了那個作品 對我來講 也挺大件事 真的是 虎甲人那個故事 或者整個東西看 我首先講一講 作為做漫畫 哀後一點 可以說得舒服一點 作為做漫畫 其實呢 究竟怎樣可以做一個 成功的漫畫 其實只有一個字 什麼字 追 沒錯 漫畫是奇刊 如果你一期畫得很好 下一期 那些讀者無興趣看 其實也是玩完了 對不對 所以 最重要是你令到 那些讀者好想追你那個漫畫 我講一個簡單一點的舉例 世界上最美的畫都是放在那些博物館上 不加索也好 之前的那些名畫也好 很大堆 大家認識的 有沒有 追這些畫 沒有 因為為什麼 因為沒有故事 沒有人物 沒有東西好追 他們賣的是技法 所以有一個非常之嚴重的事 大家要理解 你畫得漂亮 並不是讓人追的一個 方法 你畫得漂亮是讓人欣賞 欣賞 我們看一下 直到去雖然有些人是不喜歡 風雲去後期也不行了 但是很大部分時間 是可以的 為什麼沒有人追下去呢 是因為 他的故事也不行 他的人文也不行 你看看中華英雄 其實 在我 加入之前 之後 跟我離開了那段時間 其實我完成畫工沒有什麼變化 沒有變化 我又沒有教他畫畫 他又沒有去特別學什麼的畫 每天都在那裡畫 那是不是畫工突然提升得很多 不是 所以 畫工很漂亮是令人欣賞 但是你沒有辦法可以做到 令人追 就像一個封面一樣 是令人欣賞 並不是追 好了 怎麼才可以令到漫畫令人追 以虎甲人來說 跟其他所有的香港年環圖都一樣 你要出周刊 那怎麼可以令到人追 首先就是我將它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 我們說 要追 是一個大故事 一個大的文化符號 令到很有興趣 比如說 刀決 天下五大用刀高手 每個刀都不同 每個性格都不同 每個刀招都不同 一起混雜 在一個地方 要決戰 我們要追 究竟誰最後贏了冠軍 那些人怎麼輸呢 誰怎麼輸 誰怎麼輸 誰誰誰贏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文化符號 於是你就要追 一大段的故事 整輯的故事就去追 又或者 這個無敵 跟為英雄 決戰 在自由神像 之前 大家知道的決戰 就去追 究竟 哇 兩大高手 有什麼變化呢 中間 怎樣提升他的功力呢 然後你才會追 最後決戰 誰勝誰負呢 這是一個大的問號 你又會追 比如說是刀劍少曾經出過 一個叫死囚的故事 一個兵官 裡面放了一個人 但是不知道那個人是忠定姦的 但是就是最近的高手 但是已經沒有人認得他的樣子了 中間 可能會 爆裂了的 走出一個人出來 那個不知道是正還是邪的 這個 大家就有勞追 追看看劇情 發展成怎樣 這個人走出來是忠定姦 還是幫什麼 刀劍少怎麼對付他 諸如此類 這個就是一個 追 的過程 所以 以 做漫馬來講 很多時候 我們需要有一個 段落性的大故事 去別人追 去勾住觀眾 這是第一個追 第二個追是什麼呢 就是追 每一期 每個小段落 的情節變化 譬如說 無敵 和刀中不義去打 兩個人都說創了一招很厲害的 刀招出來 中間你又打我又打的時候 我又交換我又揮出你的絕招 然後怎樣把兩個 刀招合而為一 兩個人 怎樣去決戰 這些小情節 在一期裏面 或者在短短一個 情況之下 我們就 將個結局說出來 令人追 這些小情節 是很重要的 又或者 追一下 這個 每一期的多決裏面 每一個 大家 我出來和你打我 然後又輸了 然後又怎樣輸 我又怎樣贏回你 這裡每一次 觀眾都是追 你怎麼解到那個問題的困局 這個小點的追 是很重要的 令到他們可以 不停地投入 所以我經常說我有一些叫小問號 中問號 以及大問號 就是令到人 一直 勾住勾住 一直追 一直追 如果你做不到這些問號 你不能夠吸引到 那些讀者 一直追下去 你就很難 令到他 每一期很緊張地立即買你這本書 所以 你這本書 是立即買 和明天再買 差很遠 如果每次都可以明天再買 那你就糟糕了 真的很老實 第三件事 是追什麼 是追人物和人物的關係 的變化 因為 當你看了一本書 一個故事之後 你其實很容易去投入每一個角色 而他之間的感情的變化 他的成長 是很重要的 是吸引你 為什麼 因為 他的情節是很特別 是令到你發生一種叫做 共鳴的效果 譬如說 究竟這個華劍雄 懶醒 結果 怎麼害死了生牢 你很痛 為什麼你會痛 是因為你 因那個情節 而產生共鳴的感覺 你會覺得 如果你是那個華劍雄 你就很痛苦了 這就叫做共鳴 又或者你看到刀中不義 他為了保護他的刀 他很疼他 他一擋住自己死了 這個就是刀中不義的 絕情 但是 還未到真真正正的絕 所以 你會因為這個劇情 你會覺得 對 你有共鳴 無敵 他就不是 一刀 連兒子也殺了 他真真正正的做到無敵 無情 所以他就超越了師傅 道中不義 到最後 他就贏了 所以他就打贏了這個華英雄 但是到了無敵 的境界 他就寧願死了 他 這件事 觀眾 覺得你 很有道理 他 心靈上非常震撼 即是說 他有共鳴 所以 這些人物的人物關係 你會 感覺到 有共鳴的感覺 你就會喜歡這本書 作為一個編劇 編了幾十年 我們當然知道 利用什麼的data 利用什麼的創意 才可以令到 觀眾 有共鳴 不是說你寫到 一定就可以成功的 而是 你要寫得出色 寫得出色 就是要你明白 心 如何感應這件事 我看這個虎甲人 很老實 我感應不到 我看到的畫面很漂亮 但是我感應不到 這些共鳴 我原本想帶給休闊龍的 是這些 共鳴的感覺 我也都相信 在三五期之內我就已經可以 給到這些 當然 不是說 不合作有什麼情況出現 而是說 我也會覺得可惜的 就是 我希望我也說了一些東西給你聽 不知道是不是能幫到他 他會不會用 因為這件事就交給了阿龍 自己去解決 但是 他沒有去掌握 這個合作機會 我也是覺得 我們之間的緣份 未到 只可以這麼說 是不是 他找了一個科幻的題材 科幻的題材是很新鮮的 但是 這些東西是會令到人覺得 很有興趣 去 欣賞 不是 去追 所以我覺得 邱風龍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分不清楚什麼是欣賞 什麼是追 你很喜歡蒙面超人的那些 那些是欣賞 不是追 欣賞的話 美女走出來 很美的 每一次都很美 你都會欣賞 我舉個特別的例子 追女生 為什麼這個女生會值得來追 因為他有吸引 你 心裏 覺得 會跟他發生一些故事 好了 當你 跟他成為朋友 上了床之後 經過一段時間 你發覺 兩個人之間原來 產生不到什麼的 故事共鳴 於是 你就沒有興趣 追下去了 兩個人 就很容易會分手 為什麼你和你老婆可以很長年累月 都可以生活在一起 因為你們兩個經歷過有不同的 溫馨 浪漫 悲傷 憂慮 刺激 大家都在 同樣的事件裏 產生 共鳴 於是 你們兩個就可以 繼續 你們的故事 所以 如果你明白 什麼叫做追女生 什麼叫做 共鳴感 你就明白 要吸引觀眾 同樣你就要製造一些 令他們有共鳴的故事 的情節 難得很老實 是很難的 因為為什麼 去設計一些 令到人有共鳴的故事 我跟你說 最大的難度是因為什麼呢 你滿足自己就很容易 滿足別人 是很困難的 而且還有很多人 很聰明的人很多時候都是滿足到自己 為什麼他畫畫 為什麼他很辛苦 捱都可以 為什麼 因為他很滿足 在眼前的畫 他知道畫出來 很棒 他很滿足到自己 但是 觀眾呢 觀眾是不是就這樣看這個畫 就已經很滿足了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會學懂 什麼叫做 令人共鳴的 情節 故事 以及人物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很難去滿足那個市場 滿足市場 當然是不容易的 這些就是我們做編劇 最重要的 Point 今天講清楚 就是 沒有跟 一夫龍再繼續去做這個 苦甲人 希望 很快 我們就 不可以這麼說 不是說很快我們有遞了機會跟他合作 他本書掛了又不可以這麼說 希望我們的緣份可以早點到 大家有機會再見到我跟一夫龍合作 但是未跟一夫龍合作 我又跟另外兩位主筆合作 一個就是法仔 另一位就 遲些會公佈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們的新作品 我們都是 知之不倦 繼續 做這個平台 不只是為了 懷舊 懷念 懷面過去 是希望 有新的作品 可以 撼動的市場 好嗎 OK 多謝大家 記住 點贊 和Subscribe 還要 多點留言 哇 有富龍又不跟劉定堅合作 劉定堅一定是不知道什麼什麼 沒有問題 大家繼續討論 繼續說 你的意見 我會 福你的 OK 拜拜